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俗话都说,人老腿先老。 确实,人老了不是爬楼梯膝盖痛,就是在夜里睡觉腿抽筋。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因为缺钙,才导致腿脚不好,于是就开始盲目补钙。 听说吃哪儿补哪儿,一时间大骨头汤,就成为老年人心中的补钙利器。 的确,缺钙会引起抽筋,因为钙离子在肌肉收缩的时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如果在夜里总是出现腿抽筋的老年人,就一定要注意了, 这可能不仅仅是缺钙那么简单。 抽筋或许是体内缺乏某种元素所致,或许是运动不当所致,也或许是疾病所致。 如果频繁地出现抽筋,就应该考虑是不是疾病的原因。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抽筋。 我们平常说的抽筋是一个俗称,它的专业名称为肌肉痙磷, 是在小腿处或者是足部等部位出现的间断,或者是连续地不由自主的肌肉收缩。 在抽筋时,我们通常会感觉到疼痛,并且这种疼痛会持续一段时间。 简单来讲,抽筋就是无法协调肌肉的收缩,且这种失控的时间会持续较长时间。 与缺钙、受凉、长时间运动导致的肌肉疲劳、癫痫等疾病有关。 夜晚睡觉时经常抽筋是缺钙导致的吗? 缺钙会导致夜晚抽筋,钙元素在人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人体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钙不仅参与人体骨骼的构成,还能够维持肌肉的收缩,保持神经系统的兴奋性。 当体内缺钙时,神经的兴奋性无法正常维持,就容易出现抽筋的情况。 同时又因为钙能够参与到肌肉的收缩中,缺钙时肌肉会出现酸痛、无力的症状。 肌肉收缩功能受到障碍,肌肉无法正常地进行收缩和舒张。 因此,缺钙是造成夜晚抽筋的重要原因。 缺钙不是导致夜晚抽筋的唯一原因。 很多人一感觉到抽筋,就认为是缺钙的原因。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除了体内缺钙以外,一些疾病如癫痫等也会导致患者抽筋。 而且肢体长时间受压迫,小腿或者是足部等部位较长时间处于寒冷的环境中。 长时间的运动等非疾病的因素也都会引起抽筋。 首先,肢体长时间受到压迫会导致麻木、抽筋。 我们在睡觉时如果长时间维持一个姿势,或者是长时间使肢体处于被压迫状态,就会阻碍血液的正常流通。 腿部的血管和神经组织也会受到压迫,使神经无法对肌肉起正常的收缩和舒张的作用,从而引起肌肉痙攣,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抽筋。 其次,长时间处于寒冷的环境中,导致肢体受冷也会引起抽筋。 寒冷的环境中,肢体容易受到寒气的刺激,从而起到肌肉的收缩以应对寒冷的环境,维持体温。 但又由于此时血液流通的困难加大,就容易引起抽筋。 在此,长时间的运动也会导致抽筋。 大量长时间的运动会让我们的肌肉感到疲劳。 长期处于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收缩加快,无法协调肌肉正常的功能。 出现肌肉痙攣,严重情况下还会出现肌肉拉伤。 最后,一些疾病也会导致抽筋。 中枢神经系统控制的失衡有可能会引起患者抽筋。 如癫痫患者,是由于脑部或者是脑部神经受损所致。 在癫痫发作时,会出现神经异常,从而导致抽筋。 除了癫痫以外,破伤风和高热筋绝也是被普遍认为的会引起抽筋的疾病。 医生提醒,频繁抽筋的老人流行两种病。 频繁出现的抽筋很有可能是一些疾病的前兆。 就比如上文中提到的王先生最近在睡觉时经常被疼醒。 王先生说有时候翻一下身或者是伸一下腿,就会出现抽筋。 而且抽筋时往往还伴随着疼痛,让人难以忍受。 这种状况已经严重影响了王先生的睡觉质量。 王先生说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好好地休息了。 像王先生这样频繁地抽筋, 除了有可能是缺钙、受寒等因素导致的, 也有可能是一些疾病的前兆。 我们身体上的每一个症状都不会是无缘无故出现的, 尤其是老年人。 老年人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下降, 身体上经常会出现很多小毛病, 要及时检查,早做治疗。 而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就是抽筋, 特别是腿抽筋。 针对这个问题, 医生提醒我们, 如果老人频繁性地出现抽筋, 就要留心是不是骨质疏松和腰间盘突出。 第一,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经常会出现的疾病, 是代谢性的骨病, 会对骨头的结构造成破坏。 长时间的缺钙是患骨质疏松的关键因素, 也是抽筋的重要诱导因素。 钙元素的摄入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 使骨头的脆性增加。 有部分骨质疏松患者会伴随着腿部抽筋的症状。 因此,如果老年人频繁地出现抽筋, 应该及时去医院检查是否患有骨质疏松。 及时治疗。 第二,腰间盘突出。 腰间盘突出也是骨科的一种疾病。 患者通常会感觉到下腰以及腰腿处的疼痛。 腰间盘的突出部位会对人体的触觉纤维和本体感觉产生刺激。 腰部长时间地保持同一个姿势, 会加大腰部所承受的压力。 脊髓受到压迫, 在神经的支配区域出现肢体麻木, 从而出现肌肉萎缩或者是腿部抽筋的症状。 因而,当老人频繁出现抽筋时, 也应当注意是否是腰间盘突出。 作为一种致病因素相对明确的疾病, 肌肉痙磷在很多时候是可以提前预防的。 如果已经出现了抽筋, 尤其是老年人频繁地抽筋, 应该及时去医院检查看是不是有骨质疏松或者是腰间盘突出。 这也提醒我们, 不忽略身体的任何一个变化, 即便是微小的变化, 也一定要加强警惕, 及时检查治疗。 作为一种常见的身体不适症状, 抽筋可能会出现在任何时候。 当我们出现抽筋时, 可以轻轻地对抽筋的部位进行揉捏, 也可以采取牵引的方式, 将腿伸直, 用力伸展。 这种方式更多地适合因为长时间的运动, 导致的肌肉收缩失调。 大量运动后最好可以用热水泡一泡脚, 也可以缓解肌肉的疲劳。 若是由于缺钙引起的肌肉痙磷, 可以通过口服或者是注射药物的方法来进行钙元素的补充。 也可以多食用富含钙元素的食物, 例如牛奶等。 而对于由疾病引起的肌肉痙磷, 需要先治疗患者的疾病, 通过药物等手段控制病情。 而因为受凉所引起的抽筋, 要注意保暖, 尤其是冬季的夜晚, 如果不注意保暖, 极容易在睡觉时出现抽筋。 肌肉痙磷的诱导因素多样, 在治疗时需要先明确病因, 再根据患者实际的情况以及严重程度, 采取科学有效的方式积极治疗, 以达到减缓抽筋或者是使抽筋彻底消失的目的。 像这样频繁出现抽筋的患者并不在少数, 我们应提高警惕。 如果老年人出现这种情况, 要考虑是不是骨质疏松和腰间盘突出, 体内缺钙会引起夜晚的抽筋, 但除了缺钙以外, 受寒, 肌肉疲劳等也是引起抽筋的重要因素, 因针对不同的病因选取合适的治疗方法。 造成抽筋的原因有很多种, 可能是缺钙, 可能是受粮, 甚至有可能是其他疾病的发生。 如果你在夜里经常腿抽筋, 还是去医院里做一个细致的体检找出病罩, 避免一些大病的发生, 保持高度警惕, 分析抽筋出现的原因。 在饮食上多吃一些钙元素含量丰富的食物, 调整自己的睡姿, 不要因为挤压影响血液循环, 平躺的睡姿不会压迫小腿, 双腿也会比较放松, 腿脚好, 身体自然棒。 在这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大家已经不用为了衣食住行而过度担心, 现在的人更关注的是如何养生, 如何保持健康, 从而延长自身寿命。 50岁好比是人生的分水岭, 随着年龄的增长, 生活习惯对于健康的干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也正是因为如此, 生活中的细节往往和衰老也息息相关。 日常健康细节做得好, 人也自然能够更加健康, 也能更加长寿。 对于怎样才能更加长寿这个问题, 有人表示, 50岁之后早起不做三件事就可以, 但是具体是哪些事, 除了这些事情不可以做,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持健康, 延长寿命呢? 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1.50岁后想身体健康, 乘起少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 不要急着起身。 晚上睡了很长时间, 刚睁开眼的时候, 身体是处于未完全开机的状态。 这时候血液循环慢, 一晚上没有喝水运动, 血液也是比较粘稠的。 这个时候要是一个鲤鱼打挺起来, 可能身体的供血, 一下子不能及时地输送到身体的各处。 因为50岁之后, 中老年人的血管必薄, 如果从躺位直接转变为站位, 会导致肌体血流流速突然加快, 使血管内压力升高, 血管壁破裂, 进而发生一过性昏厥, 严重可能造成脑出血。 着急起床就会容易引起头晕眼花, 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这个时候也是高血压的高发时间段, 尤其是中老年人要注意, 千万别这样。 建议睁开眼睛之后, 在床上静躺5分钟, 可以在被窝里面伸伸手转转身体, 或者是按摩按摩肚脐, 有助于沉变地排出。 第二件事, 不要立马吃饭, 经过6小时到8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 肚子没有任何进食。 按理说, 早上起来的时候肚子饿了, 避免胃酸自己肠胃是应该进食的。 但是, 早上起来不久, 虽然起来了, 身体也动了, 但是身体内的器官其实是还没有完全苏醒的, 唾液和胃酸也没有那么快的分泌出来。 所以, 这个时候就算是你肚子饿了, 也不好立马进食。 没有唾液和胃酸的帮助, 你会感觉到咽食物的时候喉咙会不舒服, 肚子也会有点胀。 所以建议, 早上起来之后可以被温开水, 补充水分, 减缓血液粘稠, 之后就去排个便, 然后吃饭。 第三件事, 不要憋着不上厕所。 很多人为了让自己多睡一会儿, 就算是有便意, 也会憋着。 虽然你是舒服了, 但是你的身体却饱受折磨。 因为粪便里不仅有食物消化吸收之后的残渣, 还有身体代谢出来的一些废物和毒素。 这些东西不赶紧排出身体之后, 就算是一团废物, 肠道也会开始蠕动, 进行二次吸收, 就会将脏东西也吸收了, 增加肠道负担, 影响身体健康, 例如引发便秘, 痔疮, 钢裂等疾病。 早上也不能憋尿, 憋尿对身体危害也很大。 当一夜的尿液储存在膀胱, 经过沉淀浓缩, 尿液中的钙盐饱和度增加, 尿路结实的形成概率就会增加。 憋尿时, 膀胱溶积胀大, 血管受到压迫, 血管壁粘膜缺血, 导致抵抗力下降, 外来细菌趁虚而入, 大量生长繁殖, 很容易引起尿道炎, 膀胱炎等泌尿系疾病。 以上就是50岁以后, 想要身体健康长寿, 晨起后需要注意的事情。 虽然一天两天做起来, 并不会给身体 带来什么明显的好处, 但只要你坚持, 慢慢地你就会发现身体会舒服许多。 50岁后想要身体健康, 一定要少做伤害身体健康的事情。 同时在这个时候, 如果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一定要及时检查。 如果检查及时的话, 早发现早治疗, 对于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有研究表示, 很多疾病即将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在早上起床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不舒服了。 2. 早上起床发现身体不适, 几时就医。 1. 早起会感觉头晕。 这是很多人会有的症状, 经过一晚上的休息, 按理说早上起来应该是神清气爽的, 要是感觉到头昏, 浑身没劲的话, 那就是与心血管疾病, 颈椎疾病导致的大脑供血不足有关了。 还有一些中老年人早上起来之后, 并不会觉得浑身轻松, 反而会觉得身体僵硬, 手脚还带有麻木的感觉。 这个有可能是颈椎疾病, 压迫到血管和神经导致的。 50岁以后骨骼营养流失, 关节衰退, 关节疾病就会上门, 像是风湿, 骨质增身等。 2.身体浮肿 早上起来发现身体有点浮肿, 短时间内改善就没问题, 要是颜碱, 小腿部浮肿久久不见下去, 那就可能是肾脏出问题了。 身体水分不能及时地被调节排出身体, 就会导致身体浮肿。 3.嘴巴发干 另外, 早上起床之后, 饿肚子是很正常的, 但要是在还没有醒来, 天还没亮的时候就饿肚子了, 同时嘴巴还发干, 这时候就要怀疑是不是淘尿病了。 4.嘴巴异味 早上就是嘴巴有异味, 且嘴巴发干发苦, 如果没有一些不良嗜好, 那就要怀疑是不是口腔疾病了, 或许是取脂, 牙周炎等。 其实不仅是以上这几个症状, 如果发现自己晨起后有其他症状, 也一定要引起重视, 防止疾病上门, 早发现早治疗。 早起后一定要洗漱, 喝水, 上厕所, 吃饭。 最好, 一个环节都不要减少, 要是有时间, 其实也是可以做一个早操练习, 帮助身体开机, 提高身体的活力, 促进身体的健康。 三, 做早操, 有意身体健康。 一, 单手轮流搓脖子。 其实这个动作早上起床之后, 坐着就可以做到, 就是将双手搓热, 然后先有右手搓脖子, 每次搓25次到30次左右, 然后换左手。 注意的是搓脖子的速度要快, 次数可以随心定。 脖子是身体向大脑五官, 输送氧气和血液的唯一通道, 也是大脑下达指令的通道, 所以, 脖子是一块非常重要的地方。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患有颈椎疾病, 很多人就以为这是一种脖子酸痛的症状, 其实这个病与失眠, 动脉硬化, 脑萎缩, 关心病, 记忆力下降, 脑供穴不足是有关系的。 二, 按摩头部。 平时因多按摩头部, 可以用手代替梳子梳头, 按照从头顶到后脑勺, 再从头顶到耳朵两侧的顺序, 来回各推三四十次, 使头部产生热麻感。 三, 揉搓耳朵。 肾是今天之本, 生命之缘。 搓弹双耳是最廉价的强盛方法, 两手分别捡捏左右耳耳垂, 再搓磨至发红发热, 然后揪住耳垂往下拉, 再放手让耳垂弹回, 每天坐量三次, 每次一分钟。 四, 轻轻地拍打前胸, 可以采取虚掌轻扣轻拍的方法来保健, 将五指并拢, 掌心中空, 对准胸部正中间的胸骨, 以适当力度拍击, 每次拍三下到五下, 停十秒左右, 每天三分钟到五分钟, 也可以用手掌上下摩擦颈部到心窝的部位。 另外, 还要多做扩胸运动和深呼吸。 五, 按摩肚脐, 中医一直提倡, 负义肠柔的保健法, 讲究的就是在醒后, 睡前, 分别柔按小腹周围, 长期坚持, 可增加肠胃蠕动, 增强脾胃功能。 总而言之, 到了五十岁之后, 早上起床不要太猛, 不要立马吃饭, 不要憋着不上厕所等等。 大多数人的早上时间都是比较紧急的, 为什么不早一点醒来, 然后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做有利于身体健康的事情呢? 要想保持健康, 延长寿命就要保持动脉弹性多运动, 增强肌体免疫力, 饮食均衡等, 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糖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感谢观看